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记住了 怎么样能够到天界 怎么样能够上去 升天的人行实善 那么另外呢 有六种方法可以超出六道 这六种方法 只要你抓住一个方法 你就能超脱六道 进入阿罗汉国 菩萨道 那么这个六种方法呢 就称为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六波罗蜜 那么六度呢 它是有地境关系的 就是布施到彼岸 持戒到彼岸 持戒到彼岸 人录到彼岸 精进到彼岸 禅定到彼岸 智慧到彼岸 明白了吗 你们想想看啊 师父告诉你们一个好方法 这个六种方法 你只要抓住一个 拼命的去做 是你最好的 然后呢 你其他的只要不犯错误 不做大错 你很快的就能到彼岸 布施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啊 持戒 大家要守戒 不要撒谎 你们感觉一下 如果一个孩子跟你们撒谎过去 你觉得难受吧 你自己最喜爱的孩子都跟你说假话 人录就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你要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 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人录 否则你活不下去了 现在的社会人这么自私 你不忍耐可以吗 你连朋友都交不到 你说你单位里哪个不自私啊 你不学会忍耐 你都知道他很自私 你这个不理 那个不理 你最后就是个忧郁症 听懂了吗 精进重要吧 禅定是什么知道吗 为什么人有休养的人有禅定啊 他不着急的 飞机晚班了 我可以念一张小房子 是真的 这就是禅定定得下来啊 你看看人家吵了 哎呀怎么火车晚到了 怎么搞的了 巴士又不过来 你可烦不烦他们 你看我们呢 就念念经就好了呀 不会浪费时间的呀 你看人家吵架 你不吵 你是不是比人家有休养啊 爸爸骂你了 妈妈骂你了 爸爸妈妈没休养 爸爸妈妈吵架 孩子有休养 我不讲话 对不对啊 禅定吧 你自己一顶着下来 你马上知道别人随时有休养 谁是没休养 最后啊 这个六波罗蜜 还有一个智慧 你说说看 你一个人有智慧 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啊 有的人很有智慧的 碰到什么事情 哎 你过去嘛 哎 你这个搬过来就好了嘛 哎 你这里弄过去的 这个也叫智慧啊 所以 这个六波罗蜜 你比方说你今天 特别会布施 你其他的人辱禅定 持戒精进 都是少一点 但是你一直布施 不做坏事 你一定成菩萨 你以后到了天上 可能就是布施佛 听得懂了吗 如果你这个人 我没钱 这个人呢 也不是太精进 但是我有一点做得很好 我能忍 我忍一辈子了 那么你这个人 最后是忍辱佛 你六个里面挑一个 你看看你到底像哪一个 有信心了吗 所以 彼岸 因为是清净无染的世界 因为一个人 只有想到 我以后要到清净无染的世界 你才能保持 心理平衡的世界 心理平衡是什么 哦 这个人这么好 哎呀 他很好啊 哎呀 人家肯定修的 对不对啊 哎呦 这个人很坏 哎呀 你看报应啊 很可怜啊 人家好了 不好了 你都能够平衡 所以叫你们学会 心理平衡 这个人一定能成功 不要去难过 不要去嫉妒 因为你心理平衡的人 不会嫉妒人家 不会恨人家 不会去攀比啦 不能贪啦 所以一定要心理平衡 布施呢 是见一切人生之苦 要心生慈悲 见一切人生的苦 你看见别人苦啊 你全部要心生慈悲 布施所能 就是把你能够帮助别人的 全部要布施出来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布施的不好啊 哎呀 你发烧了是吧 我家里可以有药的 药多的不得了啊 我给你 明天给你带来 明天带来一瓶 你看快要过期了 或者已经过期了 你布施 你有多少 想把好的药 没有过期的 先给人家吃 给人家吃好的 要让人家叫 迷者受益 离苦得乐 财布施嘛 就是改善别人的苦难 以财物应善书 法布施 劝导感化众生的心性 无畏施是什么呢 对别人痛苦呢 要有温暖 加以安慰 遇到别人困难的 施以援手 那么使别人的心中 感到平安 那么让对方 无有恐怖 或对诽谤 正法者 能以无畏的精神 感化对方 坚持正信正念 持戒呢 就是严守戒律 减少恶相 你说你这个人 吵架的时候 你们看见过自己的脸吗 对方的脸看见吗 跟你吵的人 那个脸难看吗 恶相吧 你说你吵架的时候 你看不到自己的脸 就看见人家脸 你知道他看你 也是这样的 所以持戒 能够让你身口意清净 你怎么样来 不犯恶业呢 当守五戒 那么佛陀啊 他呢 曾经讲过了 他在正觉后 佛陀认为的正的东西 跟世人相违背 就是佛法认为好的东西 开悟的东西 世人都认为不好 你比方说 他们看见贪的东西 他们都想贪 佛法认为贪的念 是你的毒蛇 你看看 人间有多少人 是为了钱出事 你看我们人天天在追求名利 佛陀 证悟的真理 是叫我们不要迷恋全财 所以迷恋全财 迷恋人间的快乐 你就是种下了苦的根 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一个人 喝酒喝到后来 迷恋酒 最后肝坏掉 是不是啊 抽烟把肺抽坏了 喜欢色的男人 没有一个活得长的 肾脏不好了 浑身散架了 佛陀叫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他不是真如实相 所以佛陀讲的真理 我们世界上的人 他就不能相信 因为我们世人 偏学私欲 就是欲望啊 私心啊 与正知正觉啊 相违背 所以他们整天 沉迷在贪嗔痴的 邪见的深渊 你想想看佛陀 这种这么高深的佛法 你怎么能够让众生 能够知道 他甚深微妙法啊 就像很多人说 哎呀 你们修行人 怎么这么傻的啦 世界上有这么多 山珍海味不吃 又傻的来怎么吃素啊 你自己要坚持的呀 你坚持别人 就得顺着你跑 对不对啊 师父说你们像金刚菩萨一样 像跟柱子一样 站在那里 别人看见你们 就得绕道走 你今天是个小树 小花 你就被人家踩着就过去了 所以你自己坚定的信念 别人就得慢慢的跟着你走 很多人在家里吃素 开始老公先骂 先讲 时间长了 老公跟你不是一起吃素了 接下来跟大家讲 佛陀的出世 为一大事的因缘 就是佛陀降路人世啊 到人间来啊 他是为了一个大事的因缘来的 你说佛陀到人间来 到底为什么呢 来帮助我们的呀 救度我们的呀 他为了使一切众生 四个字 开 第二个是 是 然后物 还有路 这个四个字呢 就是告诉你们 佛陀到人间来 是开启 开就是开启 开启我们的什么 智慧 对不对啊 接下来 事是什么意思啊 示范 表法 放下身价 一家家去 化缘 就是众生平等 第三 物是什么 要启发我们所有人的 物性 路是什么 让你们所有的人 进入佛道 佛陀到人间来 就为这些大事来的 就是为了开 事 物 入 所以佛陀就是让我们要破除 无名烦恼 彰显 本具 佛德 我们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把你们 显化出你们本来就 具有的佛的道德 其实很多人说 这个人有良心 那个人没良心 实际上 就是每个人都有良心 这个良心 从佛法界讲 就是你的佛性啊 所以你们吵架吵到最后 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 听懂了吗 所以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随缘度化 不分归一界 所以我们经常在人间说 要学习八风吹不动 那么这个八风是什么八风呢 历衰 毁 欲 撑 激 苦 乐 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这么写的 这个八风呢 实际上就是动摇人心的外环境所致 佛陀 佛陀曾经说过 能说空者 世间之法 所不能坏 何以故 心不依止 事 八法 故 何者为八 把这几句跟大家解释一下 佛陀说了 这个人啊 如果能够看破这个世界 叫空 看破世界的人 就是空者 世间之法 所不能坏 所有人间的欲望啊 那些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啊 都不能把你破坏 你这个人的道心 何以故就是 为什么呢 为何要这样说呢 心不依止 因为他这个人能说空者 他的心 没有依止 八法呀 就是没得跟着八法走啊 那么佛陀又说了 何者为八呢 那哪八个法呢 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这个八个法 八个法呢 就是在利益面前 在衰败面前 在被人家诋毁面前 在荣誉面前 在被人家称赞面前 在被人家讥笑面前 接下来在挖苦面前 然后最后在快乐面前 你都要学会 如如不动 我问你们 你们的毛病有吗 一被人家骂 跳了吧 你有点利益了 贪了吧 一碰到衰败的事情了 马上精神都找不到了 要生病了 对不对啊 被人家称赞 骨头清了 哎呦 你真像菩萨 感觉真的像菩萨了 菩萨要人家说 而且要真的说 不是假说 人家捧你没用的 在被人家讥笑 挖苦面前 要如如不动 别人家估订了 歌声 有什么事 当办 没人家估计